蓝旺基和魏无县道的时候 聂明爵和聂怀桑还没走 西尘哥哥 你听 姜婉吟说得多过分 也就是为兄 换谁谁能受得了啊 军中不宜上此风气 明爵兄打算怎么办 当以军阀处置 西尘放心 我必好生处理 你好生修养 只是低烧 不碍似的 蓝西尘看向门外 蓝旺基和魏无县 刚好推开院门 这个屋子待了五个人 还是略显拥挤了些 聂明爵带着聂怀桑 很快就告辞了 蓝西尘看着情绪低落 支支吾吾的两个人 一时间也有些疑惑 这是怎么了 旺基 你说 怎么了 兄长最近没喝 那副调理的药 蓝旺基一双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蓝西尘 看得蓝西尘一时雨色 蓝西尘端茶地 手顿了一顿 原来是这事呀 怪不得魏公子一副 嗯 耳朵都大了下去的样子 你们都脑补了些什么 我生病和没有 喝那副药没关系 五长老说 可能是梦里惊着了 可是 则无君 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药 让给我 魏公子何出此言 我 我何得何能 我 都是我的错 魏无羡身上的怨气 一下子浓重起来 魏英 蓝湛 抱歉 魏无猛然回神 疼得站起身 整个人显得有些焦虑不安 魏公子 西尘这场病 与你无关 退一步说 是我自己决定将要给你 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至于这个决定衍生出的结果 那是我本人理应承担责任 就像江夫人决定挑衅温氏之后 江氏灭门的结果也是他该承担的 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 自己犯的错误 自己承担 不是 我 魏英 不是你 蓝湛 魏无羡埋下头 只是握着蓝忘机的手 愈发收紧 仿佛想从中获得一星半点的力量 磕 蓝西尘给了弟弟一个眼神 然后体贴地关上了房门 宗主 嗯 蓝西尘瞄了一眼蓝秋端着的药 一看就很苦 宗主别这样看着我 我都背着师傅 给您少加了一两黄莲了 蓝西尘端起那碗药 咕咚咕咚灌了下去 苦死了 宗主快去睡一觉 再发一阵汗 估计就好了 好 不用准备我的晚膳了 我想好好休息 是 蓝西尘这一觉 真是睡得挺久的 像是要把这段日子缺的棉都补回来 蓝湛 泽吾君这一觉睡得好久啊 魏无羡蹲在倒立的蓝忘机旁边 拿着柳枝在地上画圈圈 兄长醒了 醒了 不对 蓝湛 你怎么知道的呀 魏无羡环视一圈 没有看见蓝西尘和身影 兄长去洗漱了 出了一身汗 他不舒服 魏无羡瞪大了眼睛 看得蓝忘机有些发毛 那眼神太诡异了 蓝湛 兄弟之间的心灵感应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对吧 蓝忘机无语地看了魏无羡一眼 而后把人拉了起来 刚刚你低头画圈的时候 兄长从房里出来朝我笔画的 好了 我去把晚膳热一热 兄长回来刚好用膳 好啊好啊 吃完饭 蓝忘机让魏无羡先睡 自己则是去了蓝西尘屋里 无羡想通了 想通了 魏英说 他打算等摄日之争结束以后 脱离僵世 哦 无羡这么一个大宝贝 可要拜托旺姬好声说服 最好能招揽到蓝氏来哦 蓝西尘琴着笑 打去蓝旺姬 兄长 恭喜旺姬 得偿所愿 谢谢兄长 谢谢兄长 连一丝迟疑也无 就如此支持他的决定 哪怕这个决定违背世俗 爱 忘机 我也想过阻拦你 可是你不知道 你看着魏公子的眼神 到底有多么炙热 哪怕那份炙热深藏眼底 也看得蓝西尘心神恍惚 和父亲每次偷偷看向母亲的眼神 一模一样 蓝西尘知道这条路很难 但是如果连蓝西尘 自己都去不支持蓝旺姬 那他的弟弟要在这条路上不是更难吗 要受多少伤 要流多少血才能得偿所愿啊 兄长不能做伤害你的事 旺姬 可是兄长也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 蓝旺姬握着蓝西尘的手 把他放到自己的心脏处 兄长受伤 生病 旺姬也会心疼 很疼 兄长 瞒着我 就更疼 旺姬 蓝西尘吃惊于弟弟的这番剖白 一时间竟愣住了 旺姬知道 兄长很累 旺姬不能给兄长分忧 也很难过 旺姬以后会学 旺姬会保护好自己 不给兄长添乱 兄长 阿湛记得 母亲说的 阿湛会保护好兄长 蓝旺姬流离色的眸子里满是坚定 直直地漫进蓝西尘的心底 旺姬 蓝西尘反握住蓝旺姬的手 置于自己颈尖脉搏之上 指尖传来一下一下 强硬而有节律的跳动 是兄长想差了 不会有下次了 旺姬 旺姬想学 兄长教你 魏无羡还记得 那天是个阴雨连绵的天气 刚刚经历一场战役 他陪着蓝战 在蓝世衣修处帮忙 一切本来好好的 突然 一个白色的身影 突然起飞 砸到了一棵树上 魏无羡觉得 他应该听到了 骨头断裂的声音 阿九医师 酒汤 魏无羡离得近 赶忙跑到那边 却举着手不敢动作 他怕加重酒汤的伤势 魏公子 没事 你别动我 脊柱应该断了 医师 医师呢 一个蓝世的医师 急忙跑了过来 查看酒汤的伤势 还好还好 只是轻微的 没有彻底断开 阿九 会没事的 江婉淫 你发什么疯 蓝忘鸡二话不说 避尘出窍 两人一对上就打了起来 我发疯 喝 蓝忘鸡 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这是什么 你蓝世中人通敌 还好意思说我发疯 以死谢罪吧 蓝忘鸡忍住滔天的怒气 剪了地上的纸张 看了不过两排 便已浑身寒凉 虽然只是寥寥几雨 但又到底是怎么回事 日日不得安生 聂明觉一声怒吼 震得周围的人闲言碎语都停了 赤丰尊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江婉淫阴阳怪气地说道 蓝忘鸡将手上的纸条 递与聂明觉 赤丰尊 还望明察 数子感耳 聂明觉几乎捏碎了手里的纸条 聂丹 带人去营帐里 仔细搜查 一个都不要放过 聂明觉额头上的青筋 又吐出来一条 整片治疗的地狱人越为越多 但却都安安静静的 只有各门的衣修还在走动 蓝青 没事的 您先去帮其他人处理吧 反正 反正已经这样了 别说胡话 这伤要不及时治疗 以后站不起来 有你哭的 蓝忘鸡立刻就确定了 这是一场陷害 但陷害一个衣修 就算成功 对蓝氏造成的影响 真的微乎其微 只要蓝氏秉公处理 声誉方面 宗主 这是 在 泽吾军房中搜出来的 全是与温氏的书信 这真的是 平地一声雷 砰得把人群炸开了 字迹还未比对 聂丹拿着一个包裹 里面放了大约七八封信件 不可能 蓝忘鸡和魏无羡 齐声驳斥 大哥 这一定是陷害 西尘哥哥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灭槐桑手里的扇子 险些落到地上 营帐里面没人 这些东西 可能是外人放进去的 此地人多眼杂 谁知道 到底是哪里露出来的 我等亲眼所见 此物是于那位医师身上落下 江城身边的一个门生这样说道 周围几个人连忙点头 胡说 哪有一个奸细 会把通敌书信随身携带 江城 你造谣诬陷 也要带点脑子吧 聂怀桑 怀桑说得没错 西尘带兵在外 赤丰尊 聂明觉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凄厉的声音打断 众人忘取 是三个灰头土脸 衣襟染血的修士 几个衣修急忙前去检查 还好三人都是轻伤 并无性命之忧 赤丰尊 泽乌军 泽乌军叛变了 什么 怎么回事 说清楚 我们和柳阳王氏的人碰头后 就往狼牙走 结果 结果 在途经遗陵地狱的时候 遇到了温氏的人 结果 结果 泽乌军竟然竟然带着蓝氏的人 对我们进行 哎 只有我们三个逃了出来 对呀 赤丰尊 我们三百多人 全 全都 赤丰尊 我柳阳王氏百鱼门生 你可要为我们主持公道 三个人挣扎着跪在了聂明觉面前 宗主 蓝氏衣修蓝秋 出现在东面防线 伤重难行 很快两个孽氏门生就跟着一个衣衫蓝缕 走路摇摇晃晃的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蓝秋身上全是大大小小血窟窿 伤口未曾处理 蓝秋每走一步 鲜血就随之洒落 露出的皮肤上是被火烧的痕迹 应该是从火堆里逃出来的 光是看 不知道比那三个逃出来的人惨烈多少倍 小秋 魏无羡和蓝忘机扶着酒汤来到蓝秋面前 师姐 蓝秋从嗓子里吐出两个气声 动作缓慢地伸出手解下脖子上挂着的平安符 递到酒汤手上 有奸细 说完这一句 本来好好站着的人 突然蹊跷流血 直直仰面倒下 小秋 蓝秋 酒汤颤抖着手摸上蓝秋的手腕 小秋是吃了宗主的药 导致丹腐破裂 金丹反噬 这药可以让修士获得高于自身数倍的灵力 只是副作用也很大 宗主他们可能真的遇到了温室的重兵 只是不像那三位说的 叛变 而是如果他们三个就如此敢这样污蔑 那西尘哥哥凶多吉少